小张在杭州德信西城小区买了房子 最近在装修 9月初他在杭州加好家市场的 科乐储位买了一个马桶 折后价格3900多 9月24号上家把马桶送到了他家 当时就是师傅比较赶 没有让我老公开箱验货 那么后来因为装修公司的安排 过了大概一个月才开箱装呢 装修公司打算安装马桶的时候 发现马桶上有裂纹 侧面都裂掉 整个如果搬出来的话 整个马桶都要裂了 马桶和箱子一起放在小张家的卫生间 马桶底部可以看到一条很长的横向裂纹 马桶侧面对应的位置也有一条裂痕 小张说马桶送到之后 他们就一直没有碰过 发现裂纹后 他联系了科乐储位的客服 对方上门看过之后表示是外力导致 可后来又说小张的家人开箱验过货 当时没有问题 有三张照片 第一张拍的不是我老公 后面两张是我老公 然后第一张照片上显示的是 有开箱的那个照片 客服发来的三张照片 其中一张拍到了小张的丈夫 另一张拍到了他丈夫的手 和装着马桶的箱子 照片里箱子没有被打开 至于箱子被打开的那张照片 小张不认可 照片里的手上戴了一条手链 但小张说 丈夫从来不戴手链 场景也是不是我们家 照片里背景里的地板是深色的 还有一扇百叶门 小张说 他们家装的是浅色地板 也没有那种型号的门 11月4号 小张叫来了科勒储位的代理商 上门查看 今天主要的上门就是 确认一下这个照片 是否像上面一样 那么现在看了下来 可能就是照片 确实有点出路 代理商的助经理 在小张家转了一圈 跟照片仔细比对之后 表示开箱的照片 应该不是在小张家拍的 至于当初 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 还需要回去调查 我们先把你这个 会不会先处理掉 先准备掉 那什么时候来换呢 明天就上门 助经理表示 会给小张换一个新的马桶 由他的员工来安装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